北京石渡京县野生索猫 不是本土物种 为何在此出现 此前 北京石渡山区 有居民城看到了猎豹 猎豹作为一种肉食性动物 身手十分敏捷 很容易对人和其他动物造成威胁 于是当地救助队 就立马赶到现场 封锁山区之后 开始了为期几天的搜寻 终于在几天之后 找到了这只猎豹 将它包围 并利用远程麻醉 把它制服 不过经过专业人士的辨别之后发现 这只当地居民口中的猎豹 其实并不是猎豹 而是长相看起来 有点像猎豹的动物索猫 是我国保护动物 索猫 一种生活在非洲大陆当地的特有物种 成年后的身长 能达到85厘米 全身黄色的毛发上面 遍布黑色的斑纹 所以也让它们看起来 很像一头小型的猎豹 和猎豹类似 它们也是一种食肉动物 但捕食的东西和猎豹 比起来就差太多了 索猫的主要食物 一般为鸟类和鼠类 有时还会将蝗虫作为主要食物 所以它们不光对人类威胁不大 甚至对农民来说 还是一种比较有益的动物 北京发现的这只索猫的健康状态 并不是很好 除了有皮肤病之外 经过检查 救援人员发现 它还营养不良 看来食物匮乏的山区 很难满足食量大的索猫 也能看出十度山区 不是很具备索猫的生活条件 毕竟这种动物 并不是我们国家的本土物种 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 索猫作为非洲大草原的特有品种 最近在我国北京的十度山区 发现了踪迹 那它是怎么来的呢 目前为止 我国并没有引进索猫的记录 所以相关专家猜测 这只索长有可能是 当地居民非法饲养后 不想养了就将它遗弃了 还有可能就是这只索猫自己逃跑了 大家比较关心的点 是它究竟养了多少只索猫 虽说它们是一种食肉动物 但在前面也说了 这种动物的攻击能力不是很强 所以也没必要过于担心 陌生环境下的它们 其实并不会主动攻击 至于为什么会有人 饲养这种动物 主要原因就是 它们形似猫咪的外形 即使一只的价格 能达到二三十万美元 还是有很多的土豪争相购买 一些爱猫人士 也对它们爱不适首 但也只有美国个别州 是允许饲养的 所以大部分人 都非法饲养这种动物 而且在我国 这种动物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是明令禁止私自饲养的 况且非法引进外来物种 也属于违法行为 除此之外 看到守猫的状态 也大概能猜测 它们并不是很适宜北京的环境 这对动物本身来说 也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饲养守猫 不止法律不允许 事实上 饲养这种动物 一般情况下也是不可行的 要知道它们的身形和猎豹非常相似 所以这很大程度上 证明它们的弹跳力 也会和猎豹一样优秀 事实也是如此 守猫的四肢非常鲜长 曾有研究人员表示 若是将它们身体和腿 按照比例 与其他的猫科动物将比较的话 就会发现它们的腿的长度 是整个猫科动物中最长的 也正是因此 它们一跃而起的高度 能达到两米左右 除此之外 跳跃的距离 也像长度一样可观 这就意味着 一般的笼子 是很难关注它们 所以发生逃跑的事情 也不奇怪了 其次就是它们本身的价格 之前也说了 这种动物的价格 在十几万至二三十万之间 品相更好的价格更贵 甚至上百万都有可能 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另外野生动物到底是野生动物 它们本身 还是有点子野性在身上的 和宠物猫亲人温顺的性格 有很大的区别 一不小心 可能会伤害到人类 再加上 它们可能不会使用猫砂盆 大概率会将家里搞得乱七八糟 毕竟它们标记领地 时常会用随地撒尿的方式 最后就是它们的饮食习惯 所猫不想夹猫几个猫罐头 就能收买 所猫不爱吃猫粮 它们更喜欢吃一些类似鸡鸭的肉 并且食量很大 一天下来没个几斤很难喂饱肚子 当然 对于野生动物来说 最好的生存环境还是野外 野外的才是最适宜它们的地方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